欢迎收看给你点上新灯 今天我们节目就首先来看 联申法王在2010年 巡礼台湾道场 在铜锣的法罗堂 针对姚池基姆所带来的法源 谈到了真佛宗的真字 我们就继续来听 联申法王的宝贵开始 我今天跟大家谈一谈 刚刚在这个苏德堂 谈到一个真日、真事 那我讲我这个开始的时候 非常的真 得到姚池基姆开天眼 那么偏游这个山界 这个到了石化界去 非常的真 那么也看到自己 那么自己就是莲花童子 那么到了这个玛哈双莲池 看到了莲花童子的净土 这个莲花童子的净土 我去过 那么也回来 他们也有很多同盟 很多同盟也去过 他们念了这个八百万遍的 莲花童子星咒 也祈祷了玛哈双莲池 那么他们也回来 这个玛哈双莲池也是真的 这个玛哈双莲池也是真的 我现在跟大家解答 在佛经里面 佛经里面 曾经提到一个法场事件 法场事件 就是法场净土 也叫做莲花场净土 莲花场净土 那么大日经里面有写到 莲花场净土 叫做秘延佛火 秘延 秘延净土 大日经里面写的 那么阿弥陀佛经里面写的 是西方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 西方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净土 另外 如舌那佛 如舌那佛 也有一个净土 他教学也是叫做法场净土 法场净土 秘延净土 极乐净土 我今天老实告诉大家 所谓华场净土 是一朵非常大非常大的莲花 大莲 大莲花 那不是中国大陆的大莲 是很大的一朵莲花 它在香水海之上 它在香水海之上 浮在香水海之上 那么它一共有二十一层 二十一层 有二十一个层 二十一层的很大的莲花 二十一层的很大的莲花 里面都是佛国净土 那么这个佛国净土 就是这个法场净土 莲花场净土 就是密言佛国 也是极乐世界 因为有二十一层 因为有二十一层 它的层层不同 其中有一层 就是莲花通之净土 玛阿双远石 那我这样子比喻 大家就可以清楚 为什么不叫做极乐世界 而叫做玛阿双远石 原因就是它实在是 有二十一个层 就像一个庙一样 盖了二十一层 那么每一层都有名称 每一层各个通通都有名称 而且二十一层里面 还有很多很多的佛国在里面 不是只有二十一个名称而已 是二十一个 二十一层 但是每一层都有很多的佛国 所以密言佛国 极乐佛国 极乐佛国 莲花场佛国 玛阿双远石佛国 都是它的名称 是这样子的 所以特别有 玛阿双远石的净土在 我们生活中修行是真 那么真的有玛阿双远石 师尊也去过 也看到莲花童子 本来大家以为说 莲花童子 这个佛经里面没有 到最后才知道 他们到了顿坊 发掘到顿坊的千佛洞里面 全部都有莲花童子 而且呢 那个那边的西安的大写 西安 或者这个 西安大写 那边还有出版一本书 叫做莲花童子研究 莲花童子研究 他们认为 在有一个时代 有一个金光佛 有一个金光的佛 他有两个弟子 那么两个弟子 就叫莲花童子 那么一个莲花童子 就修成了观世音菩萨 另外一个莲花童子 就修成大师智菩萨 所以观世音菩萨 也是莲花童子 大师智菩萨 也是莲花童子 那我 我在西雅图的时候 很多年前 我就跟大家讲过 姚慈金母跟我讲 六十六岁你就可以回来了 我那时候心惊胆战 虽然是成就者 总之 离开亲人 离开所有的弟子 心里也会有点慌 六十六岁就可以回来了 我一想六十六岁就可以回来了 哇 欸 我今年刚好六十六 啊 完了 我要到玲花童子 一去就不回了 突然有一天 我想回到台湾 我如果回到玲花双联子 我可以回到玲花双联子 我可以回到玲花双联子 我可能就不回来了 对不对 虽然以前去过啦 那么这一次如果去的话 可能就不回来 再一次去的话就不会回来 谈到这个不会回来 有一个笑话是这样子讲的 这个甲乙饼在谈游泳的事 甲乙饼都在谈游泳的事 这个甲就讲说 我父亲很会游泳 什么式的游泳都会 哪一式的游泳 怎么这个自由式啦 蛙式啦 养式啦 蝶式啦 还有狗爬式啦 通通都会游泳 他很会游 哇 那个人不简单 那么姨就讲 我爸爸的游泳也很好 他可以下水 一下水 这个可以游半天 游半天通通不起来 早上去游泳 中午回来吃饭 他游半天 哇 这个人也是很厉害 这个人以夜里面 这个饼他就讲 我爸爸更厉害 你爸爸怎么厉害 他七年去海边游泳 到现在还没有回来 到现在还没有回来 到现在有一年都还没有回来 这个太厉害了 太厉害了 师尊啊 回台湾 六十六岁回台湾 是真实的 因为很多年前我就讲啊 六十六岁你就 六十六岁你就可以回来 这不是我今年才讲 我讲了五六年都有 每一次都跟大家讲六十六岁就可以回来 为什么要这样子讲呢 希望你们帮志师尊找一点成就吧 那么讲讲讲讲讲 讲到最后六十六岁 原来不是回妈妈双年子 是回台湾 这一次果然就回来了 果然有很多的时间 跟大家 共同相聚在一起 所以要是金母讲的话 很多人讲的话 跟现在啊 都是互相可以印证的 都是非常真实 他讲莲花童子 我就看到莲花童子 我就看到马哈双年子的镜头 他讲六十六岁就可以回来 真的就回来 各位观众 请您珍惜法源 十二月一日台湾雷葬寺 大威德金刚护魔大法会 由联身法王卢盛燕亲自主坛 详情请殿 零四九二三一二九九二 各位观众 真佛宗在法国 有一位发心的秀姬师姐 她把卢盛燕文集 翻译成法文出书了 师尊的金句 通天之书 还有一个无所谓的智慧 那还有一本是 渡过神奇的大海 感谢秀姬师姐 也欢迎您一同互持 法文版本的 卢盛燕文集 详情请殿 零四九二三一二九九二 当代法王作家 卢盛燕文集 已进入第230册了 请您绝对不能错过 敬请期待 卢盛燕最新著作 又一番雨过 详情请殿 零四九二三一二九九二 卢盛燕文集 那么还有一点 还有一点 我去朝天宫 玩来以后 车子从北港回到台中 半路上 我看到千里眼跟顺风俄相送 一直送 我讲千里眼跟顺风俄送我们回来 那个时候 那么那天晚上我们又到路港 那天晚上我们又到路港 去吃鹅啊 鹅啊 鹅啊 鹅啊女双 还有这个 鹅啊煎 还有黑糕 还有这个 鹅啊梳 鹅啊梳 还有这个 鹅啊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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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鹅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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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切都是非常真实的 所以大家要认识这个真 这个真实的这个真理 我们今天的修行 是非常真实的 相应也是非常真实的 大家修真佛秘法是非常真实的 我相信大家只要依照真佛秘法的果决 那么每一个人将来都会有成就 都会有成就 刚刚已经听莲银上师讲过了 这个法罗堂的地理有多么好 这个是天上人间很非常稀有的 非常稀有非常殊胜的 那么还没有盖完成 我们祝福这个法罗堂很快的这个 这个圆板达成这个 第一次来啊 我记得这边有一家 有一户人家 姓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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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户人家所出的子女就是法官 全部都是法官 这个法官啊 跟师尊这个法官啊 同音同意啊 你要晓得法罗堂啊 这边将来的人才积极啊 人才积极啊 将来一样会出法官啊 拜着这个法官的法王 说不定就在这里出生了 所以你们啊 要这个把握机会 这个增产报复 多出几个法官 法王 因为那边也出法官嘛 我们这里也应该出法官嘛 住那边的也应该出法官嘛 这个三官大帝都在这里 三官大帝都在这里 好山好水 苗栗啊 好山好水 好山好水 这个祝福这个法罗堂 法的声音啊 天下 拉 那么佛的声音啊 響亮 拉奥曼帝尊 谢谢 《联身法王》卢盛雁在法罗堂写下了 《真佛宗 铜锣香 法罗堂 法旅兰元》 《真佛宗 铜锣香 法旅兰元》 《真佛宗 铜锣香 酒 惹冬 盛雁 铜锣香 黏載了一討 Männer》 《真佛宗 铜锣香 酒 夜妻的乎婭》 《真佛宗 铜锣香 它 伦三貴的乎婭示下了 《敞姓法王》卢盛雁得一討人 fiber 喵吸 ara 由这段影片我们可以看到 《联身法王卫弟子冠顶》 一定是确定招请到 每一尊主尊降临相应 才能为弟子做灌顶 法罗堂的同门非常有福分 当天连生法王一次招请三尊 姚池基母 弟母和天上圣母 为大家做灌顶 顿时在这乡野幽静的地方 人声鼎沸 大家发喜充满 连生法王难得来到铜锣乡 法罗堂的上师堂主 特别在铜锣火车站附近 宴请所有的同门晚餐 并且也为圣尊暖寿 有很多浪花 大风大浪 哦 仍然是海 爱心是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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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没在眼睛 与二灯 出来 齐 会爱心是海 爱心 担心是海 爱 recursos 比我在人间流浪 最终又会到生 这是2010年 脸生法王巡礼台湾道场 在5月7日 分别到苗栗的树德堂和法罗堂 加持弟子的实况记录 我们知道脸生法王 是真正的成就者 是真正的再来人 因为有爱 所以他降生沙婆 因为有爱 所以他甘愿粉身碎骨度众生 在这一世 我们是何等的福报 能遇到这样的名师 东南亚的弟子 这半年来殷切的期盼 脸生圣尊终于又从西雅图 回到了台湾 在台湾雷葬寺主持护魔法会 利益有缘弟子 希望大家能把握此身 精进实修 解脱自在 成就佛果 2012年有着世界末日的传说 不管如何 脸生法王在书中写道 在这个地水火风不定有灾的时代 我们可多持 大旧难咒 旧度灾结 超拔王林 家园重建 明阳两历 大旧难咒 详情请殿 台湾雷葬寺 049-2312-992 给你点上新灯 节目这个阶段 我们来看在 2012年11月15日 桃园国际机场 曾佛宗弟子为了迎接 根本上是 脸生法王精彩的实况 自从今年5月27日 脸生活佛 赴西雅图到现在 台湾有半年的时光 弟子没有 亲见到脸生法王了 这一天 早上5点半 机场就已经挤满了人潮 大家都很兴奋 师尊终于回台湾了 而台湾华光功德会 也特别在此时 专访脸生活佛 尤其是针对 目前经济的趋势走向 想请脸生活佛 指点开解一番 我们就先来看这一段 脸生活佛卢盛宴 在机场接受专访的内容 这次从美国 那么回到台湾 就是为了 为了台湾本身来讲的经济 做一个起伏的法会 而且是一连续的 那那个 师尊我想请问一下 现在台湾的最近经济 不太乐观 那我们一般的那个 您刚提到说要为台湾的民众祈福 那我们一般的老百姓 如果说经济状况不好的话 能够做些什么 可以帮助自己的经济变好一点 在台湾的状况 因为我在美国西雅图的时候 我也听到这个盖帮说的这个 盖帮说的这样子 那我觉得台湾人本身来讲起来 这里的人民本来就是勤俭起家 而且刻苦耐劳 那么我相信这个台湾的经济还是很有希望的 因为台湾人的本质啊 他就是刻苦耐劳 这种本质呢 他有一种那个力量存在 所以台湾不管如何 他还会度过这个整个世界经济的一个大的这个极面的衰退的现象 还是能够坚持下来 然后先生 我知道说说你一直都是以著书来那个弘扬佛法 您最近有没有新的一个作品 最近最新的作品是这个232册 是属于这个禅方面的问题 是属于禅方面的 那么我觉得要建设这个台湾啊 应该讲起来像台湾的美食是天下有名的 那么以美食天堂来建设台湾 或者是用观光的宝岛来建设的台湾 都是非常好的 因为目前的生产力 可以讲起来世界上的生产力 比赛这个生产的力量 在台湾本身来讲起来 大集市之下 是会有衰退的现象 但是你要从旁边 看看台湾哪一方面可取的 像食啊 衣啊 住啊 行啊 欲啊 乐 或者建设一个台湾是一个 那个好像是一个乐园 来到这里能够 等于是一个观光乐园一样的这样子的一个宝岛 都是有益处的 是 那么每一次礼拜六的法会都有万人从世界各地来 那么对于观光事业会有帮助的 对台湾本身来讲会有帮助的 那四川我可不可以麻烦您就说 就我们的镜头 跟说几句那个为台湾祝福的一些话 台湾本身的这个生命力是非常强的 那么也祝福台湾能够国运昌龙 那么经济发达 人民呢 努力去创造这个美丽的台湾 有机会 我现在就想做了 对 那么 我 diffuse 是不是